坎城影展最佳导演侯孝贤第一时间没反应啊 导演见到你最佳导演那一刹那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乎孝贤 乎孝贤 没有啊 没反应 怎么会没反应呢 侯孝贤夺下第68届坎城影展最佳导演讲 哎呀你自己都开心的拍起手来了呢 来坎城已经了第七次 这次能够得导演奖真的是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68岁的侯岛身经百战啊 在台湾得过两座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一是凭1989年悲情城市 二是以1995年好男好女 你不要碰我 你那么脏 悲情城市还一举让侯岛杨威国际获得威尼斯影展金师奖的肯定 哎1993年西梦人生在坎城轮到了评审团奖 已是22年前的事了 这次他带着女刺客为背景的武侠片聂尹娘 杀尽坎城阴展 他不怒而为的王者气势竟让记者吓到结巴都快断气了呢 那么侯岛我也不想问一个很蠢的问题 但是因为您来了这么多次干纳的电影节了 那么实际上您的电影 您一直在拍台湾的本土 也一直在拍现在又拍中国的古代 这都是非常中国本土性的东西 那么事实上肯定存在一个文化啊 交流的这么一个差异 但是您的作品 其实西方有很多影评人喜欢 那中国本土又很喜欢 那您怎么看 就是说可能这种文化冲突在 就是在 在 在聊 Breathe OK OK I'm sorry OK 我看文化到深层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差不多 因为都是关于人的存在 跟人的生活种种 时间长的累积而变成文化 所以基本上我想 每个地方 每个国家都应该了解 你花了十年拍这部电影 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十年没有 差不多有八年是在忙 呃台湾的 一个是金马奖 还有一个是台北电影节 大家都是希望就是说看 是金钟女的勇往夺得者嘛 然后不知道这次与她 实时交臂 会有一个再冲击的想法 或者是会有些遗憾吗 你做了什么 你拍了什么 你这时候就不会在乎得奖的问题 苹果鱼浪爱 猴到讲道理真帅气啊 不倒 早安早安 我是代班小姐小歪 5月28号中午12点半 请锁定我们苹果live 饭局小姐 小歪将陪你共进午餐哦 祝你